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自然療法院 我是袁大明 金薩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嘉賓 其實這位嘉賓 大家都不陌生 我叫阿金 阿金 阿金永元 如果大家聽過我們網台的另一個節目 《無門》 其實阿金是過去幾個月來都一直跟大家分享過很多關於做人的道理 這方面的知識 其實阿金跟我過去在另外一個網上電台 網上節目 我們那個叫《香港出路》 大家都合作了四五年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聽過我們以前的《香港出路》 我們經常都是討論一些香港面對的問題 還有我們都很強調 我們最重要就是不要只懂得批評 最終最終就是希望能夠尋找一些確確實實的解決方法 那為什麼我今天突然之間有叫阿金上來幫忙呢 其實我前兩天阿金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 香港似乎在醫療上有一些新的發展 有些突破 那我問他是嗎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趕快大家在《自然力法院》這個節目 大家可以聊聊一下 好了 或者先讓阿金講一講 其實最近他在傳媒或者電視報章上 看到什麼新的資料呢 要講一下阿金 原網台 其中一個節目《無門主持》 那種感覺回來 有跟你做節目 很久了 這些要講一下 我們過往在《Better Hong Kong》 常常講醫療問題 都合作開 那OK 言歸正傳 最近看到一些事情 雖然 雖然 你知道我們 新政府 換屆 在職了 還有兩個星期 都沒有了 過幾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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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後任局長的名單 還未出 那些 應該是七七八八 都是那幾位 新任的衛生福利局局長 應該 雖然未確認 但應該都被中央確認了 應該就是高永文 高永文 近來 就經常出來 接受傳媒訪問 追訪 追訪他 很大機會 他會下一任 雖然未公佈 但應該是他 即是 九九十十 那有什麼特別呢? 高永文醫生有什麼特別呢? 他前一段時間 接受媒體訪問 應該是主動的 主動說 他說 香港應該要建中醫院 咦? 你知道我們 Dr. 作為 香港 就是 八九十年代 是一個 西方自然醫療 帶來香港的 倡導者 大家都 我這樣說 應該都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 過往 Dr. 你也說了很多 這些 應該有其他 醫療體系的醫院 或者自然療法醫院 其實 當他這樣說中醫院 以我理解 其實中醫也是自然療法一種 對 起碼在台灣 在中國 大陸裡面 很多中醫 很多自然療法的 學術交流 很多中醫的主任 醫學院的主任 都有參加 在醫療體系裡面 分為兩個大陣型 一個就是我們所認識的 所謂流行的醫療 conventional medicine 其實在醫學上 我們叫做對抗性醫療 我們俗稱西醫 但是我經常都說 西醫 西醫這個字 其實是很誤道的 因為所謂西方醫療 就不是單單是指 我們認識的 所謂西醫 即是用藥 開刀 那種醫生 在西方醫療的體系裡面 起碼作為一個醫療的專業行業裡面 其他有所謂脊骨神經科醫生 香港已經有一個百位 在西方國家 受過專業訓練的脊骨神經科醫生 在香港註冊了 那也有自然療法 雖然在目前來講 香港未曾有任何的自然療法醫生的註冊 但是在外國 譬如包括加拿大 多倫多 我以前在那邊行醫的時候 我也是當時的 就是加拿大安大利省註冊的自然療法醫生 所以在醫療方面 還有我們所謂同學療法 同學療法有250年歷史的西方醫療系統 是因為德國的醫生 沙姆哈尼曼 沙姆哈尼曼在250年前 原來是開始創立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原來同學療法是屬於全世界第二大的醫療 有成差不多五億人用緊同類療法 也有成七十五個國家 有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行醫 所以我一說到西醫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在一個醫學的層面 西方醫療其實很多犯 好了 我們說中醫 中醫其實都是屬於自然醫療的其中一類 自然醫療裡面 除了兩大陣容 一個就是對抗性醫療 第二個就是自然醫療 自然醫療也可以這麼說 在西方是源於醫學之父 希波格拉底 公元前四百年前的一位醫學家 其實他所提倡的醫療 其實都屬於自然醫療 所以 高永文聽說 他自己也是學過中醫的 其實 為什麼今集我會過來 因為 其實 其實 不知道聽眾知不知道 就是 醫生 其實你 回到香港 其實你是 我應該沒有 就是 理解錯誤 或者看錯到 你是第一個提出 醫療要多元化 醫療要多元化的倡導者 還有要有不同的醫療選擇 在那個體系裡面 譬如 建不同的 譬如有自然療法醫院 或者其他的 你西醫醫院 你可以有 但有不同的 譬如有自然療法醫院 你已經提出了 其實 原因很簡單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我們香港出路 問題在這裏 醫療問題在這裏 他不斷想辦法去解決 那為什麼我們說 要需要多方面的 多元化醫療呢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實際上知道 在醫學文獻 已經公認了 現時的 所謂西方對抗性醫療 所謂俗稱西 其實只是 對於文明地方的人 的毛病 包括香港 這些類的地方 病的百分之十是有幫助的 當然這包括 所謂創傷性的問題 譬如骨折 皮膚嚴重 灼傷 大量出血 這樣 這個只不過是佔 我們的文明地方 人的病的十分之一 而西醫 確實對這方面的問題 是有效的 但我們知道 我們其他病是很多的 譬如其他百分之八十的病 我熟悉的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道 是由於我們不良的生活方式 和我們飲食習慣 這些病包括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 關節炎 免疫系統失調 敏感症 情緒 或者精神病 癌症 其實西醫對這些 全部都沒有辦法跟持 很簡單 既然現時的西醫 只能夠對 十分之一的病有幫助 其他病 那怎麼辦呢 它是無法治療 我們希望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 更加有效的方法 所以很簡單 我們一定會想到 醫療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多元化的醫療 因為我們不能夠 只是依賴一種 局限於一種方法 所謂西醫的方法 其實根本對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的病 根本沒有療效 所以就是 現在有一個契機 因為高詠文他自己 我理解 他自己是看到 除了西醫 他有看到另外的醫療 他是做到結果 他是做到良好的結果出來 所以他是購買這一套 至少 加上現在換屆 梁振 梁未來 特首 梁特首 他不會有太多包袱 似乎 有機會 確確實實 早些改革 是的 我們的社會 現在犯犯都不行 醫療也不行 是不是 現在有這樣的契機 我就想 醫療過往提出了一些建議 你看看可不可以 在這個時間裏面 再論述一次 即是新一屆的 給一些建議 他應該可以怎樣做呢 在醫療那裏 其實四年前 四年多之前 2008年 當時我曾經 企圖競選立法會 當時我寫了一份政綱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去看 詳盡 也可以回到我們的網站 www.betterhongkong.com BetterHong Kong 只是一個字 你可以下載我整個政綱的傳聞 當時我有機會 把我這份政綱交給梁振英 我當時在立法會門口裏面 有一位中醫朋友 就帶我去 他說 你想請預書 你可以在那個時間 當時是 應該是行政會 應該是行政會 首席召集人 應該是 當時我把我這份政綱 已經親身交給他 他也絕了 但他有沒有去看 我就不知道 他未必有機會去看到 但不要緊的 我始終覺得 現在香港是有一個新的政府 新的班子 始終有人開始 一個政府高層的人士 都開始提倡 應該設立中醫院 其實這個要求 不是現在才有人要求 不一向 那麼多年來都會有 中醫一筆 一定是說了很久 我參加過一些 中醫團體的聚餐會 演講場合 你都看到 他都很希望 後任的行政長官 當時他都希望 正視中醫這個問題 亦都包括 希望將中醫 納入香港的醫療體制 起碼醫院裏面 有這方面的 中醫的醫療服務 當然 現在來說 他們會跟你說 其實我們 現在醫院都有的 有中醫的服務 不過中醫的門診部 門診部 有一點點 他不是說真的很重視 也不是說有自己的醫院 讓中醫可以進去 目前的醫院裏面 是幫助照顧住院的病人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都需要另外 另行 建設一間中醫的醫院 其實這件事 在台灣都有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都提及有個資料 在台灣 好像台中那裏 也都有中醫醫院的 而根據他們的資料數據 都顯示 因為台灣的中醫醫院 他的醫療成本 是比較低很多 即他處理的人次 是遠遠多於西醫醫院 能夠做得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絕對 經濟效益方面 是比台灣的西醫醫院好 好過 起碼台灣的西醫醫院 好了 那時候 突然馬上挑起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最好就是詳細一點了解 不要只是一米批評 批評 原網台也不是批評人的一個地方 當然 這個不是我們的節目 我們都很強調的 我們的網台 希望做好一些節目 會令到提升香港人的意識 香港人的質素 這個一直都是我們的創會 即是那個台的成立主要目的 如果做不到 我就寧願不要 即是齊娃娃 這樣 駁多一些人聽 做一些很無聊的 意識很低的節目 這個就是我們不會做的 好了 今次 高榮文 已經公開講 還有還有一件事 是 昨天有一份 有報紙 有一個自然療法聯盟 他說 梁特首過往都看脊椎 他就期望 新一屆政府 他這個建議就是推行一個醫改 即是納入整個醫療體系 將自然療法 是的 是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醫院存在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把西醫以外的醫院 我們那個醫療服務方面 其實可以更加多元化 因為全世界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自然療法醫院 或者 當然在很多國家 有他們的大型的診療所 在印度也都有同療法醫院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綜合性的西醫以外的自然醫療的醫院 暫時都沒有 如果我們香港有機會可以成立一類這樣的醫院 即裡面除了中醫之外 有脊骨神經科醫生的醫療服務 自然療法 或者同療法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 這個將會是全世界第一間的 即是第一次的 我們可以做得非常之好 如果我們真的有心做 我們真的可以徹徹底底去做得更加好的 很明顯是會看到的結果 那醫療,你過往有很多的建議 你可不可以論述一下 建議一下我們的良特首和後任的衛生福利局局長 那應該怎樣去開展呢? 給了建議 我們經常在香港的大行動和香港出路都很強調 我們遇到問題 就應該有一個很有系統的方法去改良 也有所謂的步驟 我們經常說四部曲 第一,就要了解問題的核心所在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的問題 我們是看不穿問題的核心的 我們看到問題的表徵 表面的象徵 就當了它以為是問題的核心 所以結果就無法解決 在醫療方面 大家過去經常都想著 醫療的問題就是 我們資源不夠 不夠錢 那為什麼不問一下結果 為什麼經常醫不好 那我就問一下 如果不夠錢就不夠錢 香港呢 過去曾經說過 香港用的醫療服務 佔我們國民的總收入 或者政府的總開支 比例上不是很高 好像3.4% 不過現在都要加的 一直加上去 但我就說 如果錢是一個原因 你看看有些其他國家 用錢比香港多很多 譬如美國來說 它用在醫療費用 政府的開支裡面 比軍費更多 就是很堅持 也很清晰 自己想做些什麼 當然 在競選期間 他也有很多承諾 出了很多承諾 他也覺得 在香港急設的問題 第一 就是解決主要問題 他暫時的做法 都是建更多居屋 他是看到問題 他是想去解決的 其實那個醫療 香港的房屋居住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死結 過去在我這個自然的法院 你未有機會跟你談過 其實那個問題的死結 是怎樣 香港的稅機是很合襲的 如果靠我們香港人的稅收 即收入的稅收 其實佔我們香港的稅收 是五分之一 我們很多的香港的稅收 是靠賣地皮 以及地的收益 所以某個程度上 高地價政策 也是香港政府的收入的主要來源 所以他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如果他是令到地價減弱的時候 第一個受害者也是香港政府的收入 所以是一個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 當然我要看看我們整個 基本上我們想香港成為一個怎樣的地方 這次我們不是說土地的問題 如果將來我們有機會 重開香港述路 我們會多方面的問題 我們都會討論 這次我們是說醫療問題 好了 我們說要解決問題 第一要清晰問題的核心所在 我們要了解問題的定義準確 如果定義準確 然後你就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呢 當然這個是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呢 好了 如果了解了問題的起因之後 可以找到一些針對起因的解決方法 除了我們說得出之外 當然了 最後就是要推動行動 治愈行動 好了 醫療方面 我和大家也說過 也有機會過去也說過 香港現時的醫療保健制度 是因為採取西方對抗性的醫療體系 以西醫為主導 而這個制度已經證實了 不能夠為香港市民提出一套 合乎成本效益的醫療保健服務 這是很簡單 但這就是清晰式式講出的問題 好了 這是那個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成這樣呢 其實我們都說 因為我們現時的醫療 是被一些所謂 對抗性的俗稱西醫 是壟斷了的 其實壟斷不重要 但問題呢 如果我們被壟斷的醫療 只是對十分之一文明人的病 是有幫助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問題的起因 那八分之八十、八分之九十醫 是醫療不成功的 是醫療的 醫療的醫療 我清晰一點說 你的意思是說 你全都玩了 沒有問題 如果所有的醫療 如果病人進來 進來處理了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每個人都治好就行 沒有問題 但很可惜你進來 他是要治療一輩子的 他就在那裡打一頭 那就下跌吧 就下跌吧 治療的醫療也不成功 但醫療的意思就是 他從來都不居然荊治任何問題 他只是去控制 那你知道 控制的成本 由你患病到你死的那天 都是在治療的 所以你看到 這是一個原因之一 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認為 百分之十醫療得到 百分之八十的 所謂一般的文明人的病 是病是治療不到 慢性病是治療不到 還有百分之十是因為西醫所用的方法引發副作用 即是他能夠治療十分之一的病 但另外十分之一的病是因為醫療的手法導致 即是結果很失望 副作用大家都分享過 今時今日西醫所服務所做的事 已經在美國成為第一號殺手 每年有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六人死在西醫方面 其中所謂的死心臟病 中風加起來是六十九萬九千六百七十九 是更多的 可能現在已經不同了 始終他只是頭號殺手 只會增加 這就是一個問題出現的原因 第一你醫療不好病 第二你是製造很多病 不單止製造很多病 根本你的醫療手法已經成為致命的第一號殺手 你已經看到這個問題有多大 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我們現時的西醫是操控了健康的知識 已經差不多 最近電視是每天有種種類專科 賣廣告 是 很明顯 還有我們一般所聽到的 所講的治療 大部分都是西醫 最近都有些中醫 最近都有些中醫 但是我們的知識方面 比如我們近年的傳染病 近年慢慢減少 但是我們一般的教科書 都神化了西醫 我們都經常都說 我們知道傳染病消失 是因為有些神奇的西藥 達後藥 或者疫苗注射 但是其實真正傳染病的消失死亡率減低 真正的原因是現時的 即現代的生活是改善了的 OK 一般人對營養的意識提高 起碼有得吃 餓的人比較少 生活環境的改進 最重要是食水和污水的分開處理 即我所謂用秋水馬桶 有比較通風的 空氣流通的 居住的工作或者居住環境 才能慢慢有效地 將這些傳染病控制得到 知不知道 對不起 醫師 我們上半部分的時間也差不多 不如休息一會回來再說一說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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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揭替 拉飛脫 賽衣裏 們 深淵 也有很多動作,想試圖改善香港現有的問題 也包括醫療問題 過往,醫療也提出了很多建議 也希望香港人的健康也得到好的照顧,改善健康 醫療,繼續 我曾經所講到,一般健康的知識和醫療知識 很多時候都受西醫控制了 一般大傳媒來說,很多國家都是 你知道香港大眾傳媒的收入是靠做廣告 現在最大的做廣告是大型食物公司和藥廠 很多傳媒、電視台等 可能一半的收入都是西醫藥廠的廣告 你可以想到,他能夠放到的資料 一定都是吹噓和推揚西醫那一套 而對其他醫療,很多時候 或者對西醫有不利的自然醫療有效的工具 他通常都不會提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被人聽到 他們都常常以為,現時西醫的醫療方法是有科學根據的 而其他的醫療,早期的中醫都被人批評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很多自然醫療和療法都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荒謬的 其實全都是不正確的 真正正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很多自然醫療所用的工具 產品,食療,其實有很多科學科研病實 那很明顯,因為你能看到結果 科學講甚麼?科學都是講結果 那他做得到,那他做得到 那你好起來 你講到這麼科學,到頭來的人 都是五六七相死亡的 其實我們說科學科學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西醫的科學方法真的科學證實 其實結果又不會 那為什麼呢?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科學本身有問題 他應該是已經科學證實過的 結果結果都不行 那是不是科學的鑑證本身有問題 或者第二個原因 其實我們以為西醫所造用的東西 是科學根據 其實背後根本是沒有的 那真正的答案就是第二 那因為很多年前 在1978年 美國的國會 屬下有一個科技鑑定局 那也都曾經 向當時的流行西醫所用的方法 去普查看背後有多少科學證實 那發現其實大部分80-90% 其實都沒有真正科學證實過的 那很多時候你說我們用那些藥 其實為什麼很多藥的資料 就是大家想不到的 其實是用藥廠本身來供應的 譬如他做了一些科研 那誰幫他做呢? 不是大學裡面一些 第三者的中立的機構 幫他做那個檢証的 其實很多這些科學證實的資料 全部都是藥廠自己供應的 那大家也猜不到的 原來現在西藥的批准要求 第一由藥廠供應 那其實藥廠不需要將他所有的資料 都是公佈出去的 譬如他做十個實驗 八個證明那隻藥是沒有幫助的 沒有效的 而有兩個證明它有效的 那藥廠只需要將它兩個證明有效的資料 情報給政府的有關當局 那就可以進行批評 所以你看到 其實呢 背後是根本是很多的 藝科學 根本是很多政治的因素 導致很多藥 根本是未真真正正證證實過有效的 所以這個解釋到了 很明顯 就是西醫他做的事情 講到底都是看結果 結果是真的醫不到的 對不對 沒錯 但是死傑就是 你可以自然其說 但是結果就是結果 沒錯 真的要開始去想想 當然不是很多人有這方面的知識 這方面的資訊 就是我曾經所說的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那裡 西醫操控了醫療的服務 西醫也操控了健康的知識 令到很多人都無知 亦都不懂得怎樣解決 那麼我們都說 好了 那那個氣因我們怎樣去解決呢 當然呢 就要開放醫療保健 以及有真正的公平的公開的競爭 即是既然西醫短處就是慢性病的 那值得佔文明地方人的80%的病 而其他方面的工具呢 其實已經證實是對很多這些所謂的 慢性病是有根折性的療效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去採用它呢 所以這個一定是要公開競爭 有多方面的醫療的競爭 那也要第二個方面呢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改變一般人奉西為神的這種概念 還要將自己的健康責任 要自己負上 現在很多時候有什麼問題呢 我都希望依賴一些專家幫我們去做的 從來沒有想到 其實真真正正能夠令你健康 不是那些專家 那大家可能都記得了 George Bernard Shaw 肖伯拿曾經都說過 其實所有專業都是陰謀對付群眾的 他都是為自己謀私而已 真的很少為大眾著想 所以要保護自己的健康 當然要自己去做 好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即我們採取什麼行動呢 第一我們都說 我們一定要採用一個叫做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 什麼叫做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呢 即是我們預留一筆款項 譬如政府可能為香港市民預留港幣大約10萬元 那這個儲備金呢 可以讓香港每一個市民呢 隨意使用在自己認為最好的醫療方法上面 那你記住呢 這個是你自己錢來的 那當你用自己錢的時候呢 那你會怎樣呢 你會真的小心用吧 對不對 現在的第三者付款的醫療保健制度呢 基本上呢 就不是你直接銀河包出來 其實簡直都是你出錢的了 那大部分人感覺不到的 那看到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去濫用政府的醫療資源 那因為好像覺得不用不值 所以這個是一個導致醫療濫用的其中一個好主的原因 其實很明顯 就是你醫療爆了煲 那政府沒有錢的嘛 政府這個團體哪有錢的呢 那它對中又是新隻手向我們拿的 對不對 那因為呢 這些錢是一個大眾的那些錢拿的 那你始終你覺得 那些錢在這裡 我不去用就不值得了 那現在我們說呢 我們這個個人保健儲備金呢 那筆錢呢 其實呢 就不是一大堆的 是你那裏的 指定給你的 你用完就用完的了 那好了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動機呢 是令你不要浪費先 所以就是 過往那個 這個 譬如我們現在奉行這種制度 譬如醫療保險 第三者付款 第三者付款 就是Dr.你所說 其實它是鼓吹人去不負責任的 其實它是鼓吹人去不負責任的 這個制度 某個程度 是不是呢 那你不用為自己負責任 但是 剛才Dr.你所說的那個 譬如用10萬元 是你自己去決定的話 喂 那些錢是你自己的 你要為自己負責任 就是你會 鏡著來用 你會去找這些方法 是省錢有效的方法 是不是 現在的第三者付款方法 基本上很多人覺得 第一 他不了解醫療的效果 如果是看西醫 政府幫你給了大部分 八百之九十七 而其他要自己銀河包 在經濟誘因方面 當然是鼓勵你去做 當然是用西醫 我想蘋果魔鬼的經濟本書 都說了很多 很多人類的行為 基本上由經濟的誘因 可以解釋 就是不看結果 沒錯 一般人來說 始終經濟富裕的人 其實不多 香港是很例外 香港經濟富裕的人 相當之多 但全世界來說 大部分人都是窮的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能夠用一種 個人的保健儲備金制度 可以逼你 因為經濟的誘因 會好好地去尋求一些 真正有效而便宜的方法 即是你會去思考 你會去思考 你會去想 這是用你的錢來的 好了 當這個儲備金減少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能力償還 那你就要還 由頭到尾 都讓你知道 這筆錢是幫助你 但是 不是隨便亂送給你 亂用的 如果在你一生裏 你一直這樣用 而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時候 你要還 即是你一邊洗一邊還 即是讓你知道 因為 如果你是有錢 為何不出錢呢 即是鼓勵你去負起自己的債務 對自己健康 當然 萬一有些人真的沒有經濟能力的時候 那社會也會照顧 那納稅人會全力資助 這個我一向都做的 不會令到有些人說 我沒有錢 要病死街頭 即是一樣不會發生 只不過 我們會 這個方法 這個動機 這個機制 是會令到人 會減少浪費 他也沒有需要浪費 也會找一些真正有效的方法 即是這次不是說 這個不需要錢 那麼用的盡 用到死都覺得是用的 在這個状況之下 可以這樣說 把我們解決了 一個很大的動機 是迫那些人 自己要學些 自己不斷地去找一些 真正有效的方法 不要盲目去信任何的醫生 但是你自己要做 而且自己出場的時候 你要更頑惜 這些方法 其實很多很多 我們昨天所說的問題 是自动会解决的 当然你说有个中医医院是一个进步 但是在整体的解决方面 那个进步可能是踏一步 其实还有很多大步其实都解决不了 就算我们有将来 如果我们有自然疗化医院也好 或者有胜医也好 或者有同龙疗化的医疗服务也好 当然可能会将医疗的问题 可能进步了五步 但是要完全达到八步、九步、十步 其实我们一定要采取这些个人保健处备的制度 这就会活化我们整个医疗的解决方法 简单说鼓励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是的 真正鼓励到你 根正有经济的引致 我们叫做incentive 好了 除了我们 我在政光经验上 一定用这个最有效的工具 但是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恶法 我们经常说五二三条恶法 很紧张政治恶法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恶法更多 这些恶法是令到我们死、病 完全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无畏死、病 其实这些恶法是日日影响我们的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看得出呢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动缩力呢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法例愈多、自由愈少 公正愈少 自由愈少 法例是限制人的 是的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也看到了 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时的药剂和毒药的条例那边 药物的毒药的条例 其实将所有的东西 能够更改、调节、矯正 或者恢复任何器官功能 都叫做药物 在这个定义之下 我和大家也说过 一杯水、一杯水果都是药来的 是吧 即是我们吃的柠檬都可以更改 医疗很多病 所以你便建议人喝水可以治病也犯法 是的 即是根据北洋医药广告条例里面 如果你说我可以喝水可以治病 你烤喘 雖然证实了 在技术上 其实你就犯了法 所以我说我们要改 其实很简单 加少许 加几个字就能改 我写得很清楚 在任何物质 或者物质混合物的条例里面 C 加一个 除了食物 自然草药 营养補充剂以外 那就可以了 你加了这一句 那问题就已经很清晰了 最好连这条法例都没有了 就是最自由 是的 是的 当然 如果我们做到 刚才我所说的 加一句 其实大致上 这个问题都已经可以控制得到 好了 第二个就是 所谓北洋医药广告条例 这个条例 基本上 将一般医学上的教科书所说的 95%的健康问题 都说 就不能够在任何广告上 声称任何服务或者产品 对这种问题有疗效的 如果你说 只要记住 就算你有科学证实过 也不行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以为 如果你是卖假药 做一些没有根据的宣传 那当然是不好 当然有机会害到人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条例 这条法例不是这么写 不是这么写的 就是你做到结果 都医好了 就是结果是医好了 都不准说 都不准你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条是100%的恶法 就是极权 但是最恶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以为 这个法例是保护他 不要受一些 没有经证实的医疗工具 或者产品 就害到他 其实是刚刚相反的 就是他根本完全没有说 这件事 就算任何的 有科学证实到 清清楚楚 其实你都不准说 那当然 改这个条例很简单 就是我们公平一点 如果任何的治疗工具 产品 如果是有 或者两篇 或者三篇 医学文献 已经证实过的时候 那我就应该 可以给他作出的 有关的 可以陈述 这个应该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件事 我们也说过 就是食物药物的标签 我们也经常说 我们经常以为 这些标签法 是保护我们消费者 但你也看到 天然的食物 其实很难将它 营养成分 准确地量化 反而人工做的食物 就很容易做出来 所以越多法例 那些大企业就越开心 没错 他玩这个条例 一定是用来打击其他人 他会符合到的 打击其他人 他认为是竞争的 所以你也看到 这些这样的条例 就是一般的表面 以为是保护大众 其实他不是保护大众 他是在害你 是在保护大财团 大商家的一种 这样的工具 当然 他玩法例 一定是 越多法例 越开心 最简单就是 基因改造食物 全世界很多人都说要他标签 你看到很多大财团 一定是极力反对的 最近在美国的Vermont 那州 曾经他们的国会 议员想要求 有机食物的 是应该要标签的 那即时 Monsanto就恐吓他们 如果你有这条条例通过 我们就会跟你打官司 所以你看到 整个政府都害怕 因为大财团的钱 比政府多 好了 其实 我们现时的法例 已经足够 如果你买一些有害的食物 当然会租检控 其实有这些其他法例 没错 已经做到 不需要做这些法例 是多余的 对消费者绝对不利 我看到一个果效 如果我们香港的医疗体系 有不同的医疗体系的医院 比如有中医院 有自然医疗医院 也有西医医院 你会看到一个结果 很明显的 哪个有效率 入到医疗医院 我一定看到这个 一定看到效率和结果 当然 我们起码可以作出比较 对 这才是科学 看结果 对吧 问题是 我们市民没有机会 知道真相 如果我们有医疗服务 很容易看到 有人问我 如果你有这样大的医院去做 可以做的事 肯定很多 我们可以培训很多自然疗化的医生 和同学疗化的医生 也有给香港市民 有机会接受这类医疗 我自己心想 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全面性的 综合自然医疗医院 可以做很大型的实验 例如我用一千位儿童 我用我们的方法 包括不需要打这些疫苗注射之下 有什么问题 我用我们的自然疗化方法 来处理它 你再比较他们 这些小朋友 到将来 或者十年至十年 简单做十年 十岁以内的患病率 很容易跟其他一些 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科学的研究 证实给香港的医疗消费者知道 真正正是 全世界都可以 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香港 有些人说 我始终觉得香港的地方小 香港的经济能力好 如果我们要做这些 全世界带领全世界的科研 尤其在自然医疗里面 我们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有足够的条件 或者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医疗的中心 我叫MECCA 好像朝圣之地 全世界 或者不只是大陆 全世界的人 都有机会 在香港接受到 用自然医疗典的医癌症 例如新闻症的不同的病库 例如自闭症 例如自闭症 我有一个医院的中心 我们实在在做给你看 做一年的研究 或者两年的研究 例如 处理一千个自闭症的小朋友里面 我成功率有多少 这件事 我就真真正正正 可以让大众 有机会认识到 从而有机会 选择到 真正有医疗效果的方法 我深信 如果给我们去 有机会 做一些事 改革香港医疗 我深信 我们很快 可以将医疗的洗肺 减半 这个就是结果 不止减半 还有 我们香港人的健康 是即时提升 这个我是肯定的 好了 今次的 今届的政府 梁特首 虽然四年前 我就已经交了 我的政纲 里面 包括医疗改革的方案 是给了他 如果他还是记得的话 不要紧 不要扔垃圾桶 他可以插发 如果不是上网 不要紧 现在正正式式 你重新做一次 你重新做一次 也都说出来了 那 我就建议梁特首 可以 可以听一下 Dr. 的建议 我会看到 我会看到 如果我们 香港 因为香港 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他还没有跟随西方那一套 他是在十字路口 如果我们 其实你看结果 已经看到西方那一套 如果你跟他们那套医疗 真是一塌糊涂 是不是 如果 嘗試走另外一条路 用结果来衡量 所有东西 那 我们香港 是可以 变成一个很好的 很幸福的地方 所有人的健康 都得到照顾 互持 每个人都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因为唯有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每个人 要为自己健康负责 他一定选一些 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医疗方法 就是鼓励别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医疗方法 我个人看法就是自然医疗 中医那些 他也是鼓励别人去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医疗体系 大家有什么可以做呢 第一 我们在网上 将我曾经所说的资料 其实已经很简洁写了出来 已经搜索了几年 如果大家有途径 将我这个信息 能够传递给有关的人士 包括高慧民也好 林郑英也好 或者2012年 有些人说不是世界每日 只是一个人类的转类 一个大转化 如果真的的话 香港亦都可以在这方面 真真正正为地球做一些更好的改善 和大转化 我们可以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好了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今次的节目是一个很突然加入的 因为阿金说给你听 我原来是高慧民曾经作出这样的建议 好了 希望大家有机会将这个讯息给更多人知道 始终我们每人的地球的改变 社会改变 其实最终都要靠我们每个人做一点点 起码将这个资料给更多人知道 好了 那就和大家说一声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两个钟